如果不太清楚的话可以稍微看一下那个Poto上面 那上个礼拜主要是讲有关那个就是 如何透过那个VPA可以帮我们做多工作表的切换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呢 你处理的资料量 将来如果你的资料量很大的时候 可能有不止一个工作表的情况下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透过上个礼拜讲的方式 很快的一次就可以全部把所有的工作表全部完成 当然呢目前来说啦 你们使用的这个资料 把工作表可能还没那么多 不过未来 在职场上面现在用的还蛮多 就是大量的工作表的使用 所以如果你假设呢 你只会做一个工作表 下一个工作表怎么办 你还要再写一个VPA 再下一个还要再写一个VPA 那当然就不是很有效率的 所以基本上上个礼拜我们就讲说 如果有多个工作表的资料 该如何做切换 上个礼拜部分 然后大概就是还有向下追踪啦 然后呢 讲了有关那个饭店管理的这个 这个题目 那首先大家 请各位就是开启 我刚刚请各位开启这个 这个所谓的饭店管理的范例题 这一题 就是也是用Vero函数可以完成 那这个地方呢 该怎么透过这个题目 要我们做的 把它这个结果给做出来 首先的话第一个 开起来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底下呢 总共会有三个工作表 那一个工作表呢 第一个工作表是Booking Booking指的是订单 那也就是说呢 这个订单的话呢 一定要有个编号 所以一般会有个订单的 Booking的ID 指的就是订单的编号 那有的时候 可以透过订单编号 可以看到很多的讯息 哪些讯息呢 包含说呢 这个 这一个订单是 它在哪一个饭店订的 然后呢 订的时间 哪一个check in check out 就住几天啊 几号房啊 然后名字叫什么 OK 那它的规则 这个就是 这个BookingID 就是它 它希望我们做的 第一道题目 那这个题目里面的话 总共需要哪些东西 你可以切到 那个BioList 这个应该是 账单的 这个清单 那你可以看到 实际上它就希望 你做出类似像 这个BioList 里面的 这边有个BookingID 也就是说 它希望让我们 产生类似像 这样的结果 就是 总共其实可以分成 三个 部分的资料 四个部分的资料 中间加减号 把它分开来 然后第一个资料的话呢 就是哪一个饭店 第二个资料的话呢 是它应该 我看一下 这个第二个资料的话呢 我看一下 这边你们可以切到 那个题目部分 那题目的话 我是把它放在 这个档 题目的部分 我是放在云端上面 你云端白板里面打开来 然后检视与参照 看到那个 我们的 这个饭店管理这一题 饭店管理 那题目就在这边 题目 那首先的话 大概Booking的工作表 就刚刚讲那个 然后呢 它要显示 的内容 大概几个项目 它显示的话呢 大概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 那个 哪个饭店的缩写 第二个的部分的话呢 它是要我们显示什么呢 显示Check-in的日期 哪一天入住的 那特别注意 Check-in日期的话 本来是长这样子 那可是它希望 把它变成这样子 有没有 这有什么差别 第一个啦 它不需要黏 那月日的话呢 放在这里 可是如果说你的 那个月 或是是各位数字的话 要自动帮忙补零 OK 所以哪一天Check-in 所以说写 那怎么样把原来的这个饭店 缩写 我怎么把它 把它查出来 把查出来的缩写 摆在这里 然后呢 一杠 哪一天Check-in 那再一杠的话呢 后面就是说什么 哪一个 Days 哪一天 就是 总共住几天的意思 所以这住两天 然后 最后的话呢 就是first name 再加一个 它的 等于是它的名字 叫什么名字 OK 那也就串起来 就是它的所谓的booking ID OK 总共会有四个东西 那我要怎么完成 这一道题目 那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 我们有些线索 就特别是 如何查询它的缩写 饭店的缩写 然后如何把这个日期部分 直取月跟日 然后如果各位数字 假设是 这个 就是如果是各位数字 那就前面补零 然后还有呢 总共住几天 那叫什么名字 你会发现 这些讯息在哪边 可以找得到 其实 可以在那个后面的B B可以找到什么 它住哪一个饭店 可是问题 它这个是全名 那它的这个 等于是简称的话 在哪边 你可以切到hotel的 这个工作表 那你会发现 在hotel的工作表里面 这边就会有一个范围 那这个范围的话 它的 你把它选起来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个的名称 就会显示出 其实这边 题目已经建好了 建好一个 这个范围的名称 叫hotel的detail 那你会发现 它的第一栏 就是它的什么 它的全称 那底下的话呢 就是它的hotel的ID 就是它的 应该叫编 ID应该是编号 它的编号叫 叫什么 叫这个缩写 OK 那我只要把什么 查询到的这个名称 把它的缩写 带回去 就完成了 第一个部分 我要的 那第二个部分 我要的部分 就是在哪里 你会发现 check in 日子 有这个 check in 在这里 有没有 它是booking day 哪一天订的 哪一天入住 那入住的话呢 就是 2009年的1月6号 那将来显示的话呢 就要显示成 01 06 OK 那第三个讯息 就是说 check out 跟check in 那也要住几天呢 那理论上的话呢 应该是六七八 总共是三天嘛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日期 减到这个日期 减完之后 再记个加一 因为 这样减完之后 是 记一个晚上 OK 那如果说 你要几天的话 可能还再把它加一 OK 那它的first name 是哪一个名称 OK 那就这一个 所以你把这些讯息 全部串在一起的话 就可以得到 我们要的 这一个booking id OK 所以请各位 先把这一题 先了解一下 那特别注意 要起个讯息 booking id长这样子 那它相关的说明的话 请各位参考一下 那个云端白板上面的 检视与参照 的倒数第二个 OK 就booking的饭店 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把题目上了解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透过 一样查询 其实这边的话呢 可能会用到几个比较重要的函数 第一个当然就是 Viru函数 第二个的话呢 要格式化 可能要用Test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的问题 特别注意哦 总共会有1234 四个问题要解决 变成你要把这个结果放在这边 而且特别注意哦 你这边前面做的不能有一点点错误 如果有一点错误的话 你后面呢就无法查到你要的这些相关讯息了 比如说我今天呢要先产生一个从第一个是缩写 缩写的话这个的缩写是什么 hotel里面这个的缩写在这里 那我要把这个把它放到这边来 加一个减号 要怎么做 特别注意哦 如果要查询的话 第一个 一样嘛 插入函数 所以游标先放A2 插入函数里面呢找到 检视与参照的最后一个 Viru函数 然后呢 他会问几个问题吗 一样 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你要lookup 你要查什么样的资料 我要查这个资料 第二个呢 table array 他说那你要去哪边查 我要去 hotel的这一边 有一个 表格就这个表格 那选的话通常 不要选到上面栏位名称 选完 OK 不过你会发现选完之后 因为呢 这个题目本身已经帮我们把 这个范围先预定 就已经先定义一个名称了啦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他已经给了一个名称 叫hotel detail 这个是他已经做好了 如果你 你没有做这件事情的话 他就会是一个这个范围的名称放在这里 OK 所以这一题你也可以按 F3 然后给他叫hotel detail OK 就是指的这个范围 好那这个范围里面的第 第二个问题 就知道了 就是这个要去这个范围找 他一定是找什么呢 一定是找 这个范围里面的 第1个栏位 这个范围里面第1个 然后第3个问题 问你说 那column是栏 那意思说 你如果帮你找到的是第1栏 找到了 那请问一下 你要 把哪一栏的资料 把它带回来 栏 indate language 是哪一栏的意思 那我要把第2栏的资料 带回来 所以这边就输入2 OK 那第4个问题 那如果说 找不到资料的话 那我要不要 帮你找接近的 OK 那你如果输入0的话 不要 0就是forse forse就不要的意思 那如果你输入1的话 假的找不到这个的话 他就帮你找接近的 1的话是找大约接近的 OK 所以那这不用 所以我们就输入什么 输入0就可以 所以这边输入2 OK 那这边输入0 这样应该OK吧 所以如果V多函数 最怕就是说你根本看不懂前面的相关区 如果你看得懂的话 就照填空题 你把它填上去 那填完之后的话 你按确定 基本上呢 他就帮你把那个 这个饭店的缩写带过来 底下你那你可以把它全部填满 每一个都全部都填满 就表示全部的 hotel的缩写 他的编号呢 就通通帮你把它带过来 那就完成第1道题了 那第2道题的话就是后面加一个 串一个什么 我们先end end一个- 这个是必要的 OK这个是必要的 那减号部分如果你要串在后面 一定要加一个end 这个公式后面加一个减号 那串在一起就是 这个什么 他的 这个hotel的id加一个减 就完成了 这个 第2个动作 再来的话 我要做什么 把那个 这个叫check in的日期 那check in日期的话 串在后面 所以后面在end end什么 check in日期 但是你如果check in日期 你把它摆进来 打勾 它变成什么 它变成 它这个日期里面 的什么 跟1900 1900年的1月1号相差几天的天数 可是我不是要这个东西啊 我要什么东西呢 我要的是 这个把 check in 便 月跟日 拿出来 然后要两码 月跟日 要两码 那怎么做 基本上做法 我们 可以在旁边做一下 你可以插入一个什么 文字函数 这个文字函数 我们前面有用过 就是叫test 这个test 特别注意 他可以帮我格式化 按确定 那格式化他会问你说 那你的资料给我一下 我check in的资料给他 那formate test的话 特别注意 Test一定是双引号 所以前后双引号 先打一下 那如果月的话呢 在这边 他的 那个什么 Test的formate test的那个 公式 一定是m 也就是如果你打一个m的话 你会发现他在这边会出现一个 1 为什么是1 m指的是mance mance是月付 他就把mance带过来 如果你再按一个m的话 第二个m 你会发现 他就变了01 为什么 因为如果 不满两码 不满两码的话 他会自动帮你补零 当然如果你再加一个m 为什么 这边 就变英文了 OK 有没有 所以他里面有很多的那种 公式 如果再按一个m呢 有没有 再一个m呢 什么 就一个缩写 再一个m呢 右边回来 右边回来 再来呢 都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那么多m 这道题其实只要 两个m就可以了 其他是我延伸性的 里面很多公式 再来的话 如果他月份 月有了 日的话怎么办 日的话是 英文是什么 day day的缩写 叉应该可以猜出来 第1码对 6 你会发现他就把6 那可是我要两码的话 那就滴滴 有没有 所以这样子 就可以带过 那个check in的 月跟日 而且要两码 所以答案就这样 有没有 TES 然后呢 把第2 给他 然后 就后面就 mdd 可是问题 我今天不是要做到这边 我是要把它放到哪里 放到 这一个公司后面的话 其实怎么做 其实也可以这样 你可以自己打 打一个TES TEXT 这样子 然后刮糊 然后再来就 他会出现value 你就点一下 这个第2 然后再倒点 在 什么 mm dd 然后在后双以后 后刮糊 那特别是 这不能打错 这样按打勾 就OK 像下填满当然也是 完成了 不过 如果你假设啦 你没有把握做这样 自己输入的话 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 如果还要再插入函数的话 请你不要从这边 后面有个向下拉的清单 你可以怎么样 如果你要在 m的符号后面加的话 你就是再插入一个TES 他就帮你 把这个公司放到这里 那你可以用选的 第2 FORMATE TES 就是 双以后两个 mm dd 这样OK的 按确定 这样也可以啦 不过我建议 两个方法都要会啦 但比较简单方法 直接输入最快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已经完成两个了 一个是他的ID Hotel的ID 跟 check in的 月跟日 还有什么 切过来这边看一下 还有市 有没有 那个市值是什么 他住 住几天 而不是住几晚 比如他1月6号 进来 那1月8号 check out 那他住几天 几天 有那么可能吗 6 1月6号 7号 那就住3天 那3天的话 如果你把8 减掉6的话 那等于是 应该是两晚 OK 所以要怎么样 还要加1 所以 把 check out日期 减掉 check in日期 再加1 就是答案的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就是 后面再把 end 所以在end end一个减号 所以end 然后一个减号 记得前后双印号一定要有 你当然你不一定要从头打到尾 你就是一边做一边打勾 看有没有错 有错就马上修改 然后在end什么呢 end end check in的日期 再减掉 颠倒 应该是这个是先check out日期 再减掉什么呢 check in日期 再加一天 那所以要减完之后 2 2 再加1 那就3 打勾一下 对 就是 一个3 再来的话 再串一个什么end end什么 一个一样还是减号 反正中间分隔一定是减号 然后呢 再来就是他的first name 他的名字叫什么 就这个 那所以后面的话你就end 比较简单就直接把 直接把他的first name 带到这边来 然后打个勾 好 向下填满 就完成了 这个什么了 booking ID的产生 所以 一般 我们 将来 会 一定 每一笔 不会跟别的id 别的id 会有一模一样 就跟你身份之号一样 唯一的 所以要怎么样能够 产生这个id是唯一的 那里面可能 我们有四个 至少四个项目 这四个项目绝对不可能跟别的地方重复的 没有人说 他住哪个饭店 然后又住 同样的check in日期 又同样天数 又同一个人 不可能 所以 这第 第2个呢 一定要有资料 如果没有资料的话 等于是说 他就查不到后面的其他资料了 也就说你们的身份字号一样 绝对不会跟别人一模一样的 身份字号是唯一的 而且你一定要有身份字号 如果你自己 连身份字号都没有 那就查不到这个人了 OK 那 大概是这样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 反正就先把这个id先产生 那产生完之后要做什么 后面切到 BOX 根据这个id 有没有 其实就根据这个 这个在哪里呢 在这边里面 帮我查到后面的相关讯息 什么讯息呢 这个人的名字 名字包含什么 他的姓加他的名 有没有 所以要把两个串在一起 放到这边来 然后他住哪个 哪一间房 论 有没有 106 然后呢 还有什么 几晚 不是几天 刚好 就刚好 刚刚不用加1 现在不用加1 那price 就是他的 价格是多少 那我怎么知道价格 这比较困难 就是这个饭店的几号房 其实是可以查得到 他的价格 那怎么查 有没有发现 这边有一个什么 他的饭店的缩写 加上几号房 后面就有个 这个price 他的 价格是多少 那我需要把这个价格 带到哪里呢 带到这边来 那amount 就是他几晚 乘上他的 价钱 就是他的 total总共要付多少钱 的意思 OK 应该可以理解吧 所以其实 你必须先把前面这边先确定 OK 才有办法做出后面这些 如果你当你这个地方做错的话 你后面就一定是查不到的 OK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请问一下试一下 这个地方 那完成的那个 答案档的话 其实检视机参照里面 这边也有了 饭店管理 我刚 我应该之前有把这个 这个是题目说明 如果有细节不知道 这个 刚刚做的动作 基本上 答案呢 就在 这边 解答在这里 画面先划给各位一下 也就是说 跟会讲 如果将来你去那个 饭店 说 你求职 如果你想要对 观光旅游业有兴趣的话 说真的 第一个你还是要先把什么 先把也是有学好吧 因为这是最基本的 将来如果说你要管理订单的话 你如果连 都不会 说真的 恐怕你要进到那个行业 也是 会有相当的问题 而且 你到那个行业 还不只是要会 最好是要很会 为什么 因为你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刚刚的工事 如果你还花半天的话 那真的 你每天光工作的效率 效率 其实当然就很差 那以后 因为这一波疫情的关系 你会发现很多 甚至线上的这种相关服务 就变成了更受欢迎 因为为什么 大家都不喜欢去 那个实体的 像旅游 旅行社也是一样 慢慢他们就走虚拟 所以你会发现 像我 很多的这种相关的东西 旅游 像不管是机票也好 饭店也好 或者是说我的车票也好 其实基本上都没有到实体商 实体的旅行社去订过 都在哪里 都在网络上就完成了 他订机票 你就可以到 所有的那个 就是航空公司的 他们的网络 的那个 上面就可以订得到了 饭店其实可以透过 或者 或者hotel.com 等等的 那像车票也是一样 很多的官网 甚至当然有些是旅行社 他们也有 帮忙鞋 可是旅行社他们也是走线上的 也是你基本上看不到 像什么 最近 慢慢 慢慢新奇 像什么 Klook 或者 KK Day 等等 基本上都年轻人在经营的 然后呢 就 这很方便 其实是线上旅行社 你就把钱给他 他就把 车票相关的 电子车票 直接都给 寄给你的 但是有一些就 直接给你QR Code 你一扫就可以进去了 OK 这部分请各位试一下 那更不要说现在台湾像高铁台铁 其实也都 基本上也都走 这种 这种 比如说是虚拟化 就好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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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